高超過去在臺灣這個政商界 徐旭東事實上是藍綠通吃的 比方說他跟藍軍也非常好 才能拿到ETC 比方說他曾經也對綠營很有政治貢獻 所以他吃SOGO的時候 當時得到總統府的這個支持 好啦這一回合更妙了 他在中國的相當多事業 都是特許行業 然後國台辦現在直接點名 直接說呢開罰3.85億元 而且不許台獨賺中國錢 他直接被貼台獨標籤 對我想遠東集團徐旭通為主 他的總市值上兆 這個集團上兆 但是在大陸也是一個重症 最近在大陸今天發佈一個最新的新聞 大陸地區針對遠東集團下面的子公司 包括江西江蘇 包括四川湖北上海五個地方 他們的化遷廠跟他的水泥廠 發生了問題 中國執法單位特別通告 你這幾個子公司在大陸裡面違反什麼 違反土地 違反消防 違反員工健康 違反生產事業的過程 重以什麼罰還 而且是違法違規 那基於重法分兩筆 一個是水泥大概是三千六百五十萬人民幣 大概合起來在1.58億的這個台幣 另外一筆也是就是屬於水泥方面的 加起來總共3.58億 哇天啊這個這個遠東集團當然一定要發一定要發表聲明 就是我們虛心接受了這個大陸的我們承認我們自己的違法違規 我們會限期改善 雖然是這樣子講 可是這個訊息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 為什麼 因為遠東集團在大陸裡面是相當大的重鎮 尤其他的話籤跟他的水泥 好那這幾天剛好提到 這個大陸這個是警告還是懲罰 還是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呢 原來我們知道嗎 中國國待辦 中國大陸國務院已經點名之前點名三個人 叫做台獨頑固分子 一個是行政院長蘇貞他 立法院長游欽坤 另外外交部長吳釗燮 他點名這三個 這三個人個人跟家人不准到什麼 到大陸港澳地區 他的家人跟他的金主跟關聯企業 而且不准在中國大陸裡面有相關的投資毛利 好那這個事情跟遠東有什麼關係 遠東到底是不是 他是不是台獨頑固分子 好那很多記者就開始去訪問國台辦的 朱鳳蓮發言人國台辦就問他 很多人問國台辦說發言人 這個到底是不是跟這次法管跟這個 所謂的中國的頑固的台獨分子有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發言人他怎麼講 朱鳳蓮說我並不否認兩者有什麼沒有關係 就是等於是默認也是承認 就是承認說默認就罰台獨 就是那到底遠東集團的徐徐東 到底是不是台獨頑固分子 這不知道 但是國台辦提到 各位台商 各位台商在中國大陸 我們第一個不支持你台獨 另外不支持你破壞兩岸的和平關係 如果有是這樣的話 你在大陸就是什麼 就吃飯砸鍋 你要致食二國 請台商站穩立場 劃清界限 哇國台商一講話這個問題嚴重 好那我們看 以前講這種吃飯砸鍋 不許台獨賺中國錢 以前都是點名幾個明星 然後說這些明星要政治正確 然後比方說就會點名五月天這種 或者幾個網紅 說他們都是台獨的頑劣分子 以前僅止於演藝圈 然後少數個人 現在是直接動手殺一個大咖的 而且這個大咖的在臺灣 一般人還不覺得他是絕對綠色 對對對 徐旭東在一般人的認知裡頭 在臺灣的政治光譜裡頭 應該一般人都不會認為他偏向綠色 對好 但是我們今天就來分析 到底徐旭東 我們當然承認他不是什麼台獨頑固分子 只是他的政治獻金的傾向 我們做個分析他從二零一六年開始 他總共二零一六一六一八年到兩千年 總共有三次 一次立委選舉 一次縣市長 另外一次立委跟總統選舉三次 我來分析一下 他在二零一六年的總共政治現金五千三百萬 這五千三百萬裡面 我幫他統計一下 他的錢的分項 他錢的分配 百分之四十八點八在綠色 百分之四十點五在藍色 換句話說綠色是四十八 但是四十八比四十 他有偏藍 所以很多人在民間在統計分析裡面 舉行中在二零一六年裡面 捐錢出來給國內選舉人 已經有點偏綠了 他走綠色 好這裡面包括陳明文 包括柯建民 包括蘇巧惠 特別是蘇巧惠 這是二零一六年五千三百萬 我們再分析 再過兩年之後 二零一八年立委 他那時候給縣市長裡面 盧秀燕三百萬 給蘇貞昌兩百萬 給侯友宜五百萬 後來大家分析一下 這總共三千萬裡面的 縣市長裡面的話 他也有點偏向藍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是二零二零 這是他最新的一個政治現金 就是在去年 他總共捐了六千萬 這六千萬裡面 基本上剛剛林外提到了 我們先做個表格 包括四十七位 是屬於藍綠總共四十七位 國民黨有十幾位 民進黨有多 但是這個從事這個表格裡面民進黨偏向 這個比例高於國民黨 換句話從二零一六二零一八二二零 國民黨十四個 然後民進黨是三十二個 對三十二個 對 那所以以這一次的政治投資來講 投資民進黨的人數遠大於國民黨 對對對 但是他命中率一半 也就是說 當選率 當選率也就是說命中率當選 我去建制現金做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政治現金法有規定嗎 每一人每一年大概是一百萬 那那個每一人啊 這個企業裡面 大概如果不同的是兩百萬 所以取信通透過 透過什麼 透過旗下三十家的關係企業 他三十家關係每個是捐兩百一百一百 可是你要把他湊合起來 那民間一般的民意調查裡面 我把他都整理出來 總共整理出來三十家企業裡面 他二零二零年捐款的程度是最高的 從二零一六年五千三百萬 二零一八二年三千兩千萬 到二零二零六千萬 他越捐越多 越捐越走向偏率的 這一點我不曉得 中國國財辦有沒有幫他做統計 但是我們看他統計出來 基本上他命中率一半 好這裡面那我等等 二零二零已經曝光的金額 大概六千萬六千萬 對那今天 今天吃的罰單是三點八五億 那這一次比政治投資的賬是要怎麼算 我想這個有沒有 等於是他老兄的集團 總共出去四億多 不過我覺得你看 我覺得他這一次在中國被罰款 其來有之 而且是針對他所有在五個地區裡面 都是重要的一個子公司 他會做這樣的通告 而且是執法單位通告 已經告訴你了 選戰要來了 對 對不對 明年就要選戰了嘛 後年要選戰了 我相信中國那邊 已經很多網友開始做他分析 許許東到底這個總共有投資多少 但是當然也有哪些當選人 也有哪些不當選人 對不對 這都是他過去的 有些是弱選 有些是當選 但是我跟你講 藍綠通吃 但是如果偏向綠 你在中國大陸裡面的所有的被通告 或者被執法單位注意 這一點是引起我們現在國內台商 現在國內台商在大陸說 有些回來之外 我問你張宗謀是不是APEC 一個特使張宗謀在大陸 我打個操 張忠謀 中國歡迎的不得了 所以不會殺他 但是徐旭東的工廠都是一般傳統產業 製造業工廠 本人絕對沒有歧視傳統產業工廠的意思 但是所有我知道的傳統產業工廠 甚至包含電子業的工廠 隨時當地政府就說 這不環保 來罰單 然後呢 很多工廠都會有一些污水跟廢棄 然後就說這違反國家規定 來這一個休息停工 那以現在冬天 有些時候中國沙塵暴 或者霧霾很嚴重的時候 北方跟東北的有些工廠 他們稅休跟停工一停 常常是一兩個月的 所以這個全都是他說的算 他說不環保你就是吃罰單 我最後講句話就好 就是這次徐旭東裡面有一條 就是因為他的有一個叫做 紡織廠裡面的防火間 違規使用 或者說引起會有引起火災之餘 他在防火間的 他整個全部 他因為一顆工廠全部查 那所有那麼多工廠 因為防火的問題 會造成消防的問題嗎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我問你 如果要找查 開餐廳的 他也可以來檢查 然後說你這不符合公共衛生違規 那你這樣子沒完沒了 所有的台商現在看到這個新聞 基本上應該都覺得揣蛋 今天殺徐旭東 而且徐旭東是大咖的 我今天最重要注意點是 他各個是江蘇江西上海 這個湖北湖南 他不同的縣市有不同縣市的違規 今天不是 就是中國大陸已經把他統整起來 然後透過國臺辦說 他跟臺獨分子有沒有關聯 他並沒有 國臺辦朱鳳寧並沒有講說沒有關聯 所以這個事情不是簡單的消防的問題 他已經把變成一個中國一個所謂的頑古分子之餘 我沒有講說這個 這個這個台獨分子 只是已經把他當成一個統合的處理了 一方面國臺辦這一次殺台獨企業 台獨金主到底會怎麼殺 現在這個企業界跟台商圈淨落寒蟬 那這一次殺雞儆猴的效應究竟會如何發展 影響著兩岸之間的經濟跟投資 可是高超另外一個部分是中二選戰 從媒體戰 輿論戰 口水戰 現在打到司法戰 對 我想這個你跟他講說司法大戰 就是嚴官員跟周易寇這一場進入所謂的司法 那這個周易寇在十一月二十號已經收到律師函 說到嚴官員的律師函 他說這個是恐嚇性函 哎呦然後這個嚴官員就說我們依法訴訟 因為他認為周易寇是造謠武中生有加油天處 我們就法院見吧 好那這一場繼續再演下去 但是演下去的時候 開始嚴官員現在開始在打另外一個戰爭 他就認為說這幾天不是龜山 有一個那個超商裡面 這個一個顧客不滿 那個超商員工要勸說要戴口罩 請問蔡阿姨 蔡英文 我們的社會安全網站哪裡 你只懂得四個不同意 但是你懂不懂草菅人命 懂不懂 好 那這個就開始在打 那另外嚴官員又打到林靜宜 你是護航高端 現在高端有大概幾萬劑 幾百萬劑都在那邊庫存 要補打 到底怎麼樣 剛剛今天高端正式接受澳洲的這個EUA 不管怎麼樣 就是打這個打這個 所謂的這個這個疫情戰 好 那我們看看 其實嚴官員 其實我們後來今天去統計一下 其實他不只說司法大陣 他很聰明 他在過去的立委的選舉裡面 我們這個天下雜誌 曾經給他做一個統計 他是二零二零年立委候選裡面 企業主最喜歡的之一 捐獻給他 而且是排名第五 哎呀 各位 真的假的 你不要跟嚴官看了 你看哦 二零二零年是天下做的吸金王 意思是說政治現金都往他口袋走啦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是 企業的現金是很高的 排名第五名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是邱志偉 李彥秀 林黛化 陳昌明 顏寬恆第五名 那這個大部分 我們就看一千萬以上了嘛 這都一千萬 吳秉睿 吳志陽 陳丁菲 徐志傑 這個賴瑞隆 好 他排名第五拿了之後 在2020年拿到政治現金是一千五百九十一萬 各位看看 連上這就開發嘛 就是建設業了 這個幾個包括這個玉民 哎 這個也是遠東的 這個包括很多這個宜淨啊 這個好 那一千五百九十一萬 夠不夠用嗎 不夠 不夠用啦 各位啦 這是二零二零年 我們先看他 他在第八屆的時候 嚴慣選第八屆政治現金裡面 在一百零二年裡面 他有收到大概譬如說四百 四百多萬 但支出不夠付的 也就是說他除了是吸金王 但是蠻會花錢的 不夠贏啦 你在捐多少也不夠用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一個第九屆裡面的總共收入 那個收入是國民黨 這時候他總收入是兩千七百八十萬 政治現金收到兩千七百八十萬 不少了 對不對 好 但是這裡面也提到啦 有幾家嘛 你看各位魏丹 魏丹是台中櫻花的建新 都是台中當地的企業啦 每個都大概兩百萬左右 一百萬兩百萬左右 我們再看看他第十屆 其實他蠻吸金王的 第十屆也收到兩千五百八十五萬的 什麼政治現金 這幾家旋復花啦 遠東集團的 又遠東集團了 我說遠東集團 然後連上是建築物 連上開發 所以他常常吸建築物業啊 或者是營造工程業的錢嘛 對對對 然後另外就是遠東集團 好幾團都有捐獻給他 但是各位來看到 他其實每年的 後來新聞報導他 這些好幾屆 我們已經講了好幾屆 不夠用啊 因為他除了吸金王 但是他開銷大嘛 怎麼開銷大 不知道嘛 請魏串 跟這個叩叩 打官司嘛 很多當地的林里長 林里長 所以這次遠慣然就開始打蔡英文說 你們最近吸收我們挺難的一些里長 都是挖牆角 這個你要注意到社會的氛圍 這就是他們現在司法轉移 進入到另外一個白熱化的階段 就先進入 freakin的 Bene Wan 降 pages